我們看小刺身手5 他叫我們用小刺身手4的 以上累積次數的分配表 然後畫出他的折線圖 那我們一樣呢 因為這表格有點小 那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等一下我們會畫起來 會比較好 欸 怎麼會這個圖形 不好意思 插掉 插掉 先畫縱軸 縱軸就是我的體重 那再來 欸 橫軸 縱軸的話是我的以上累積次數 好 這是我的體重 好 這是我的體重 那縱軸的話是以上 累積次數 那一樣是人啦 來 那我們知道人文的資料是從 40到50 40開始 再來50 60 70 80 90 那一樣呢 因為我們是累積嘛 累積的話次數 如果以1為單位去畫 要畫很多了 我們以4為單位 4 8 12 16 20 這樣會比較恰當一點 好 好 來 開始畫囉 因為你現在是以上累積 所以你從40開始呢 以上累積就是累積到20人嘛 那 到50的部分是 18嘛 再來是 12 70的部分是 7 80的部分是 3 3在這 到90就0了 因為從 你是從 這是以上累積嘛 從這邊開始累積上去 齁 累積上去的話呢 到90的話是0 那我們一樣用摺線圖 把它畫起來 好 連起來 把它去做連結齁 好 這就是我的 好 以上累積式分配摺線圖 那一樣可以把它 標明一下齁 12 7 3 這樣子 好吧 這就是我的小隻身手舞